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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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 這一集呢 是 共里她在下班後 自己去選台的影片 那機台的位置在樹林那附近 這一台一開始是想說 要來抓這隻斯黛拉 因為她的位置還算蠻高的 那這台的特色就是 她的擋板也是蠻低的 所以說只要把想要夾的東西 抓向洞口 那基本上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出貨 那這邊拿到了斯黛拉的蝴蝶姐 接著又拿到了她的耳朵 那時間要到了 快來試著抓抓看 這邊碰梨開始想要拉拉看這個公仔 好像有點機會喔 因為剛剛爪子有繞到公仔的後面 所以說這個地方 碰梨會開始繼續來嘗試 就來拉後面這盒公仔 進去了進去了 差一點點就抬起來了 好 那我們再來試一次 進去了進去了進去了 慢動作重播來看一次喔 這邊是利用爪套的摩擦力順利把它拉上來 那這邊這一爪其實是錯誤示範 因為史黛拉在這個位置 它有一個斜貨的效果 那如果把它夾走之後 公仔它可能滑下來的時候 就可能會掉到拿不到的地方 反而會更難出貨 所以下次遇到類似的行星 史黛拉就是有的免地 好 那我們的公仔夾出來之後 其實史黛拉也已經很靠近洞口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繼續試試看 把史黛拉也夾出來 剛好拉拉 好 換錢了 我要換錢 好 換錢回來 我們繼續 這隻史黛拉 可能會比那個公仔還難打 很難入爪 看看為什麼會卡住我 好 沒關係 我想說 我們還是看什麼 好 那我們剛剛看的 好 歡迎 快下來唷 快下來唷 有沒有這麼滿假的 好 好 走了 那我們看能不能拿出來 拿不拿出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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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